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特斯拉作为台积电的重要客户之一,在美总统大选落幕后,其公司高层做出一个让台湾业界感到震惊的决定。 据路透社11月上旬报道,特斯拉、SpaceX执行长埃隆马斯克已经要求为SpaceX提供零部件的台湾供应商将生产业务搬出台湾。 报道称,这一讯息来源于受雇于这些SpaceX台湾供应商的工作人员及商业文件。 SpaceX向星链系统提供零部件的台湾供应商表示, 由于地缘风险,希望这些企业将生产业务转移到其他地区。 目前,已有部分企业开始将生产业务迁往越南。 另一家台湾卫星零部件制造商也证实,SpaceX直接要求他们将生产活动搬出台湾。 台湾净鹏工业作为一家卫星零部件供应商, 也确认了SpaceX要求即将生产业务从台湾搬迁至泰国。 原因主要是处于地缘风险的考量。 此外,有越南的投资顾问透露,SpaceX去年曾私下表达了在越南建设一个卫星零部件制造中心的兴趣。 报道还提到,马斯克与台湾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 他甚至还曾公开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此举引起了台湾政府的不满。 与此同时,据海外媒体FoneArena报道,在美国的持续制裁之下, 华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其营收早已恢复增长,甚至超越了被制裁前的水平。 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华为招募了大批熟悉现代晶片设计与制造的人才, 甚至不惜以三倍的工资招募台积电工程师。 报道称,代表华为的猎人头机构, 过去几乎以平均每三个月的时间就与一些台积电工程师接触。 台积电的工程师会收到电子邮件, 告知他们是如何适合华为希望填补的职位, 以及他们的经验能如何完美符合华为的需求。 当前,这些工作机会通常拥有非常有诱人的薪资条件, 有时高达他们目前薪资的三倍。 不过,即便收到华为的热情邀约, 但很多台积电工程师仍不为所动。 主要有两大主因,首先台积电也提出相对优厚的流彩条件, 以及工程师们担忧未来的职场前景。 因为台积电的工程师担心, 如果与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合作, 未来离开华为之后将难以找到对应工作, 他们将面临失业状态。 此外,包括台积电和与美国结盟的企业, 未来可能都会将这些从华为离开的工程师列入拒绝往来黑名单。 可以看出,华为公司为了抓住AI商机也是拼了。 作为全球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商, 台积电是辉达、AMD等AI厂商的独家供应商。 台积电最新公布的三季度财报显示, 在AI需求的助理下,台积电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9%, 净利润同比大涨58%。 预计四季度营收将继续增长超11%, 全年美元营收目标再度上调至同比增长30%。 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自传下策已定于11月底上市。 据取得张忠谋自传授权的天下文画出版社披露, 张忠谋在首次退休前曾询问过辉达NVIDIA创办人黄仁勋 是否愿意接任台积电执行长一职。 据了解,张忠谋自2005年宣布退休之前就开始规划接班人。 2012年,任命三位共同营运长刘德因、魏哲嘉和蒋上益, 准备在这三人重选一位来接班。 然而在2013年,张忠谋曾询问过黄仁勋是否愿意接任台积电下任执行长。 由此可见,张忠谋对黄仁勋个人领导能力的重视与肯定。 但是,黄仁勋并未同意接任台积电执行长,而是继续领导回答。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挥达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AI晶片厂商, 截至2024年11月上旬的市值更是达到了3.43兆美元, 超过了苹果、微软等厂商,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黄仁勋也成为了AI教父,其个人资产也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 当然,台积电目前的发展也是如日中天非常的好。 值得一提的是,张忠谋和黄仁勋两人多年私交。 黄仁勋来台湾总要与张忠谋、张淑芬夫妇一起用餐。 黄仁勋在今年5月底访台期间, 更是曾带着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广达董事长林百里一起逛夜市。 此外,黄仁勋还在张忠谋获颁李国顶奖时特地现身会场, 只为当面向张忠谋祝贺。 黄仁勋还说, 挥达是建构在台积电的基础上, 没有台积电就不会有挥达。 与此同时, 电子涉及自动化、EDA级半导体、IP大厂、 新思科技近日宣布, 持续与台积电密切合作, 并利用台积最先进的制程, 与3D Fabric技术提供先进的电子设计自动化与IP解决方案, 为AR与多精力设计加速创新。 同时, 新思科技还与联发科扩大协作, 使设计人员在台积电2奈米制程上开发, 满足高效能, 未比设计锡晶片需求。 近两年来, 联发科凭借持续创新的全大核架构设计, 最新制程工艺、 IP技术的率先采用, 以及对于端侧生成式AI等技术持续优化, 推动天机旗舰行动平台与高通、 骁龙旗舰行动平台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最新发表的3奈米天机9500, 更是抢在骁龙八至尊版之前推出, 并获得了多款旗舰智慧型手机的采用。 对于新思科技这次宣布, 联发科将采用新思科技以AI驱动的EDA流程, 用于2奈米制程的先进晶片设计的讯息。 联发科副总经理吴静山表示, 与新思科技扩大协作, 得以充分发挥他们以AI驱动流程的前置, 加速他们在设计迁移与优化方面的努力, 并提升他们将领先业界的系统单晶片 导入各垂直市场所需的流程。 台积电生态系统与联盟管理主管 Dan Koker-Pecherin则表示, 与新思科技的各种AI驱动EDA套件 及通过新认证IP协作取得的成果, 协助共同的客户大幅提升生产力, 并为先进AI晶片的设计带来显著的成果。 台积电目前正积极推进2奈米制程 2025年量产的目标。 台积电在此前法朔会上曾提到, 2奈米制程技术研发进展顺利, 装置效能和良率皆按照计划 甚或优于预期。 台积电还预期2奈米技术, 在头两年的产品设计定案 TAP-OUT数量将高于3奈米和5奈米的同期表现。 总体来看,从最新的讯息来看, 联发科下一代天机旗舰行动晶片 天机9500有望率先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 外界也看好联发科积极在 AI相关领域发力的效益。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此前也指出, 在AI趋势引领下, 边缘运算和云端运算正迅速展开, 拥有资料中心的企业, 为降低整体拥有成本, TCO都积极采用客制化晶片, 联发科也透过有弹性的ASIC商业模式 来满足客户需求。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